本人在这里诚挚的呼吁 最强母鸡侯友宜 请你公开站出来宣布参选总统 选册会如果不尽理想 也请侯市长来接收 接管选册会 那对于在百忙当中的侯市长 能够来关心国民党 要怎么样蜕变 怎么样成长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 在这里就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人民英英的期盼 国民党需要一个 2024最强的母鸡 需要一位共主 本人在这里诚挚的呼吁 最强母鸡侯友宜 请你公开站出来宣布参选总统 让你一起带领 台湾73个单一选区的国民党立委 能够打赢2024的总统选战 也能够赢得过半立委的席次 我们这些幕僚单位 会全力的来协助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有任何侯市长需要的地方 我们大家都为全力以赴 选册会如果不尽理想 也请侯市长来接收 接管选册会 我们都乐观其成 我们更希望 我们更希望 台湾需要英雄 希望侯市长能够承担大任 所有的褒贬 所有的这些成功失败 只是转瞬之间 但是人民应应的期盼 国民党必须要承担 一定要承担 所以本人在这里再次的呼吁 大家无可回避的责任 就是2024总统要赢 立委要赢 我要特别强调 我所谓的证券交易法 不管是国民党版 还是民进党版的党章 所有的排黑对象 都没有证交法 第二个 这跟本人的职务无关 第三个 我自幼就办公办读 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在证券上 担任助理营业员 这是我从读书时候 就一路的投资 我从来没有违约交割 从来没有内线交易 但是却被以意图思想犯 来定罪 从政必然有伤痕 我概括承受 各界的指导 我也对这个多元的社会 以及国民党是民主的政党 我来表示尊重 那么多费 我来到证券下 他在证刺的 我来到证券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